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动产业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当做传产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翻转一般人对这个产业的一个认知 那科技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刚刚所谈到协助解决这些问题以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扭转 大家对于实动产业是一个传产的这个刻板的印象 其实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尝试更多科技上面的implementation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台湾其实现在假如要往实农科技发展 其实有很好利基点 以实农新创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出海 所以它的产品跟服务必须要有能够到海外 能够存活的能力能够创造价值的能力 团队本身也要能够去经营海外的市场 要有这个格局跟能力跟眼界 其实我觉得台湾实农产业因为有很多在技术面 其实是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的这个范围里面 也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去开始接触海外的一些 跟我们一样在推动实农产业的这些团体 然后跟他们合作 那希望可以把我们台湾这些具有能量 还有发展潜力的团队能够推动到世界各地去 台湾的这个新创如果可以在非常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去试探不一样的market 然后甚至说可以有一些 把自己的视野再放大一些 然后再去联系一些国家的 business 的话 我觉得对这些找些新创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国际上面实农这个新创和加速器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产业一起跳进来加成一起推广 不一样segment产业里边的伙伴 他们自己的问题会丢出来 更直接地去做出一些讨论 我觉得台湾也开始有这样子 尤其老师傲是一起 就是一直在把这个早期的这个community 和新创聚集在一起 我们认为透过新创跟新创之间的合作 其实是有机会让新创走出 另外一条不养的乳 比如说结盟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年就有三个团队 盖亚 秦朗跟幽游 他们分别是提供农民不同的解决方案 那他们彼此可以互补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联盟 来提供农民不同的服务 随着第一产业是农业这件事情 跟吃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这几年我们辅导下来 从我自己看到 从蛋上到鹅肉上到鱼的部分 都能到现在连种的灌溉方式 都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 一路走过来的过程 其实农跟食类是绝对不会不见 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其实好潮是一直的愿景 就是希望能够处处有好食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股力量 跟比如说东南亚产生一些链接 透过这些大家打群仗的方式 能够产生更好的加成的效果 帮助我们区域性的食农产业 能够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